大家好 这是我们数据结构的第二节答疑课 在意数据结构与数据类型 这里面的问题呢 都是我咨询了我们上课的同学 他们可能有一些问题 觉得需要再去解答一下 再去详细讲一下 所以呢 我就会在每一个知识点后面呢 着亮的去加一些答疑课来解决这些问题 今天主要讲四点 我们直接就开始了啊 第一点呢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J同学问的 他问到就是说 这个像我们的有这么多数据结构吗 他们的适用性是在哪里 他们应用在哪些地方 然后呢 我首先我要先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啊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些数据结构 它只是存储数据的一些方式 因为像我们之前的所说的字符串啊 还有数字啊 这些你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些最最基本的啊 最最基本的描述数据的方式嘛 然后呢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的话 像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 其实有很多 它不只是一个个体嘛 个体组成的群体 像我们需要为这些群体去做一些描述和存储的话呢 那我们就必须要用到数据结构了 我们需要存储它 描述它 并且可以在这些过程里面 再很好地去应用 利用它们 把这些数据拿回来调用的时候也要非常方便 所以数据结构这也就诞生了 当然Python的数据结构呢 它不像C啊 或者说这些更低级的语言 他们可能很多时候 你可能会需要想到什么双向链表 单向链表 但是呢 在Python里面它已经封装好了 封装好以后呢 就形成了这几个最基本的数据结构 这边先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Python编程里面啊 这个数据结构 这几个最基本的数据结构呢 也是Python的一个核心的优化重中之重啊 所以说大家呢 能很好的去利用这些数据结构的时候呢 就不要想着去用别的了 因为这个性能肯定是最好的 然后呢 我首先要给大家讲到一点 就是说 没有最优秀的数据结构 也只有最适用的 就是说并不是 一个数据结构啊 它可以吃遍天吃遍仙啊 很多时候呢 你得考虑到它的一个特性 比如说校门的list list的话 普通的来说 是有两个方括号扩起来的 然后中间加一些 不管是字符串字典 还是数字都是OK的 list它有什么样的重要的特性呢 首先呢 它是有序的 从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存储了四个数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list 然后呢 它呢 每一个 每一个单元呢 它都有一个唯一的一个识别 它的游标 比如说一的话 它可以用list的0来取回 而2呢 它可以用list的1来取回 它是一个序链嘛 它是有序的 而你当要存储某些数据的时候 这些数据呢 就像是老鹰做小鸡 或者说是一个可以从0 直接这样顺序数数数 数到100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呢 只要它是有一种顺序的规律的 那呢 你就可以用list的来存储了 而后呢 像 dict 字典 字典呢 它比list的强在哪里 首先它是 键对值 当然我们的list的呢 它也可以理解为键对值的 只不过呢 它没有把你的键说出来 因为它的list的键 其实也就是它的游标嘛 它的游标必须是 整数 整形 然后呢 这个dict 它的有 它的键呢 就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你需要去用整形了 相反来说的话 它可以用很多 像 字幅串 对不对 用字幅串呢 就可以使你的键呢 变得更有一个标识性 所以说呢 像你存储字典的时候呢 你想到某些应用 它们呢 可能也有一个唯一的 唯一的键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list和dict的一个 一个共同性啊 它们呢 都有一个唯一的键 这个键呢 代表它的一个标识 唯一标识性 而且这个键 它是不会重复的 并它是唯一的嘛 然后呢 它呢 并不是只能用 像list的 它只能用一个数字嘛 但是呢 可能用数字 并不能去完整的去阐述它 比如说我们要去记录一个 学校的一个分数 像之前有应用里面 比如说小明 它是86分 假设我们这个dict的呢 它是一个数学的成绩单 那我们这里面的话 假设我们用1234567啊 用list的去存储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快速的找到小明 它的分数了 所以说呢 dict啊 它这个字典 它呢 更容易去 存储有复杂 名称的数据 当你们考虑 应该使用哪种数据结构的时候 你们首先先考虑第一点 它是有序的还是无序的 它是不是可以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字 就能表明它们的顺序关系呢 而且这些数字的话 以后你们在利用起来的时候 是经常会用到的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就应该用list 而不是应该用dict 当然有一些一眼看上去 就应该用dict的 一些数据关系啊 比如说像电话簿 还有一些 它的唯一节点的话 是名称的 比如说像 班级里面的这个数学成绩 还有的话 比如说像你一个房间里面 你要是 你要计算你房间里面 所有物品的单价 这样的话 你们就没有办法用一个 有顺序的关系 而应该用一个 用它的复杂名称 用它的名称去标识它的键 这样的话 dict的作用就出来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到一点 dict的它这个数结构 它是 无序的 就算是你们在这里面 开始的时候 你们已经写写写的非常明明白白了 第0个是这个 第一个是这个小木 小木 那其实呢 它存储的时候 你再拿出来 可能样子就不同了 或者说你要做迭代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为 它会按照你存储时候的顺序 再给你一个一个的存储回来 这点是和历史的不一样的 这点要切记啊 这几种常用到的数据格式呢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利用内置方法 将它们进行一个互相的转换 它们都是好基友啊 转换的时候 只要注意格式 就可以将它们用内置方法去做到了 我这边就直接上代码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圆主 我们想将它转换成list的话 就可以直接用一个list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圆主就转换成了list了 它现在的类型也就是list 而后呢 我们想将list转换成一个圆主 也是用它的tuple的内置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就变成了 由一个小括号来 框起来了 这就代表圆主 接下来我们来想一个复杂点的 我们呢 需要将一个list转换成一个字典 那我们这个list应该 用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这边给个例子 我们依然是先定一个list的 用方括号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再定一个圆主的数据结构 然后呢 第一个啊 它的第0个单位 它的游标是0 其实是第一个的啊 则呢 是它一个字典的每一个单位啊 每一个单元的一个件 而后呢 它的第二个 也就它的游标的第一个啊 则代表它的值 这样呢 然后我们转换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 我们用dig的方法 将它进行转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list的里面 它的第一个 则变成了它的键 它的第二个 则变成了它的值 如果我们想去做一个 更多元的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按照这种规则 你就可以 炮制出很多 可以自动转换成 dict的这种 list的格式了 这种方法是比较常用的 你经常会在一些 圆码里面 看到有这样的形式啊 它去组成的 一个数据模式啊 数据结构 然后当你需要 采用它的时候呢 你可能需要 转换成不同的方法 那你就可以 灵活的利用这些 数据格式的 转换的 内置函数了 列表推导呢 是我们在python里面 经常用到的 一个便捷方法 它可以生成 一个新的list 它的性能非常好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 多用它 多用它 其实也就会了 我们群里面 有个同学说 对这一方面 可能还是有一些 不太理解 对它的原理 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拆分一下 用结构的方式 一个一个把它拆分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们直接上代码 比如说 我们现在呢 要生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list 从0到100 012345678 后面一直到100 要这样生成呢 那我们用列表推导式的话 则是这样写的 我们输出下答案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啊 是正确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来解析 这个列表推导 这个列表推导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呢 第一部分 从外到里啊 从左到右 然后呢 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x 然后第三部分 这是forx啊 这个后面的这个循环的语句 那我们如果用一个更为清晰的代码啊 用派上代码来描述它 也就是说 它其实内部原理呢 是我们先生成一个新的list 也就是第一部分 然后呢 我们要进行做一个 要迭代了啊 因为你呢 不先迭代 怎么会来第二部分的x呢 是不是 因为这个x的话 是从这个后面的迭代对象里面出来的嘛 然后呢 我们 将这个x塞进来 最后呢 我们再输入这个new list 其实我们这一条语句啊 也就是我们的列表推导式呢 就等同于 下面的这几行 只不过呢 它用了一个缩写 如果呢 我在这个列表推导式前面 x加1 它的每一位都加1 那呢 也就等同于 在这个迭代语句里面 也加上一个1了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其实当你有时候搞不清楚 列表推导式的时候 你就将它 先换算成下面的这个 更复杂的一个形式啊 它更清晰 然后的话呢 再将它回归于列表推导式 只要记住了它这几个步骤 拆分的步骤的话 你就能更灵活的运用它了 我们就可以使用sorted 来对这个list的进行一个排序了 sorted它是一个很强大的内置方法 它不仅可以对list 对原主 对字典 对大部分的可迭代的数据对象 它都可以进行一个排序 我们呢 先来看它的文档 继续使用万年不变的help啊 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有这个同学问我 他说这个help有时候为什么都看不到呢 这个时候的话 你们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呢 输入一些数字的时候 这个可以直接看到一个整形的方法嘛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来看到整形的方法 这个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啊 我们来看一看sorted 用我们的第二种方法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呢 首先跟了一个必须填的一个参数啊 这不是可选的 它是要你进入一个可迭代对象 要添加一个可迭代对象 在它的第一个位置上面啊 然后呢 后面有三个可选的参数 这三个参数呢 大家从英文上面来看 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反转了啊 reverse reverse反转方法呢 则是将它这个排序顺序啊 颠倒从大到小啊 我们可以来试一试 首先我们继续复制一个list 而后呢 我们将这个对象 放入第一位 然后 我们使用一个true 就说 哎 表示反转 是true的 因为它默认是force嘛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答案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 它这个sorted呢 它并不是做一个原地更改的 所以呢 当你做完了这个排序以后呢 请注意啊 就是要 进行一个复制 这个是很容易犯的问题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看看 reverse的 它有个内置的方法 是sort的方法 我们 可以help一下 看得到这个参数 其实是一致的啊 例如我们再重新复一个值啊 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 大家可以看得到 如果是你用list的一个内置方法呢 它呢 则是一个原地修改了 它呢 将你的这个顺序倒转过来以后呢 直接修改了a本身 而这个sorted的方法呢 记住 它是要重新做一个复值的啊 不做复值的话 你是看不到结果的 这一点的话 很容易犯错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接下来呢 我就来讲讲这个kine方法了 这个kine呢 和后面的cmp呢 它都有一个 比较向后的一些基础啊 向后的一些概念 这些概念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 所以说大家就算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就看一看怎么应用 因为我们以后还会翻过来再讲的 它这个key呢 是我们刚刚在文档里面看到的啊 我们可以再看一看 可选参数里面啊 可选参数里面呢 它有个key 这个可选参数 它呢 其实就是对你的这个list的本身啊 这个list的里面有这些 元素嘛 对这些元素呢 进行一些操作 然后以操作后的结果呢 来排序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的排序呢 更能符合你的一些应用的习惯嘛 然后呢 我们可以做个例子 假设 我们现在有一串制服串啊 这制服串里面都是包含的数字的 我呢 想它以整形 以数字的方式进行排序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key就派在用场了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就说呢 它呢 就变成了一个整形的一个排序方式了 你看 从大到小啊 994123 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 然后呢 我们将它倒转过来 这呢 是key的一个应用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应用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的list 这个时候呢 我们想以这每一个原主单位啊 每一个原主单元里面的第一个啊 也就是说它的游标是第一个 但是它是第二个的这个数字来作为排序方式 那我们呢就可以使用这个方法了 lambda是希腊字母的第一十一个字母啊 它也是一个表达式 是我们拍上了一个表达式 它是可以简写一些比较基础的方法 方便在这个一些方法里面去调用 这个我后面会讲到 大家就先看一看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了 这样的排序呢 它则是按照了每一个原主单元里面的第二个数字作为排序的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了啊 用lambda 然后呢 它呢去找到啊 这个x呢就代表了它每一个单元 然后呢 x1呢 则代表找到了这每一个单元后面的第一个游标 也就是第二个啊 这个数字来进行一个排序 然后呢 后面的reverse呢 就是将它倒转了 倒转以后呢 则变成了432 这个是一个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排序方法 然后呢 这里面有这个lambda一个概念啊 它是这个表达式 我们呢 在后面会慢慢的讲到 会详细去讲它的一些基础的应用 这里大家听听就好了 cmp呢 也是sort里面的一个可选参数 它呢 同时也是python的一个内置方法 它用来比较两个值 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 就是说你能用key 能用reverse呢 就尽量不要用cmp 而且啊 在python3里面 cmp已经被废掉了啊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看 cmp 它的一个内置方法的使用 投入两个参数 然后它会返回一个结果给你 它的公式呢 这里面已经写好了 它是这样一个公式啊 大家可以验证一下 比如说我们cmp2和1 它返回的是1嘛 它其实它同时等于 2大于1 减去2小于1啊 我们再试试看 比如说我们拿1和3做比较啊 那它的结果呢 其实等于1大于3 减去1小于3啊 就等于负1 我们不信可以看一看 然后呢 它当它相等的时候呢 则是0啊 它只会反为三个结果 就是1负1和0 大家可以看这个规律啊 当第一个参数 大于第二个参数的时候呢 它反为是1 当第一个参数啊 小于第二个参数的时候呢 它反为的是负1 相等则反为0 在list里面呢 使用这个sort方法呀 它呢 其实也就是两 22比较 比如说我们 有这样一个list 它呢 则是逐一的去比较 比如说当1和2啊 它先去做这两个的比较 然后呢 当这个1小于2的时候 假设我们做的是一个倒序嘛 然后它呢 则会返回一个负1 负1的话呢 则会将这两个位置啊 去一个扭转 扭转以后呢 然后再进行第一个key和第二个key的再次比较 这样不断的逐二比较以后呢 再得到一个完整的排序的结果 CMP这个方法呢 在py3以后就被废除掉了 所以我这边讲的时候 只是让大家明白一下概念 也不需要太去较真 知道是什么样子就可以了啊 而且它的性能也不是太好 这是我主要不太推荐的原因 它相比这个reverse和key 它的性能是最末尾的 所以说 大家能不用的时候就别用啊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个多级排序 刚才呢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数据结构啊 比如说我们的list里面 还包含了这个圆主 我们要对圆主里面的某一位 来进行这个比较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用了lambda来进行一个比较 而后呢 假设我们要对其中的两个位置 让他们呢 从低到高去做个排序 而不是一个 这个时候 如果用lambda呢 就会稍微有点麻烦了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一个内置的模块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去使用它 假设我们是要对第二位和第三位啊 让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去做排序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啊 这里面的参数呢 则是跟着这个圆主里面的这个游标啊 第二位和第三位 它的游标自然是一和二了 这样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联合的多级的排序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结果已经不一样了 它对后面的两位呢 都进行了一个编排 当然优先级的话 肯定是要同时要满足这两位的一个顺序排列了 有关于这个模块的更细致的一个操作方法呢 大家可以去阅读一下啊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更深入的去讲这个模块 现在的话 只是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我们的三点四字典如何去排序呢 这个是我教给大家的一个作业 也就是结合我们这里面所有的这个讲过的概念呢 去对字典进行一个排序 在作业里面希望大家能去思考一下 毕竟实践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去吸收嘛 最后我们来讲讲字符串的模板应用 在之前有一节课里面呢 我重点的去讲过几种字符串格式化的方法 我们今天再来温习一遍 首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例如 我们需要填入一个站位符 再填入一个站位符 后面呢 在字符串后面跟上一个百分号 再填入两个小括号啊 这小括号里面呢 就是你要填入前面的站位符的一些值 比如说 我在第一个站位符里面 要填入一个i 第二个站位符里面呢 要填入一个boy 这样可以看的到我后面 我后面圆主后面的这些值呢啊 然后他会直接的去填入前面的站位符里面 按照顺序啊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站位符就跟着这个后面圆主里面的第一个值 这样的话 逐一的去替换 则变成了我们的这个新的字符串了 第二种方法呢 则是使用一个字典的方法 字典的方法和第一种方法呢 它更带有一个标识性 例如 我们依然是百分号s 然后中间加两个小括号 填上你的名称 这个站位符的名称 比如说是 who 谁的 依然是百分号s 中间加两个括号 再呢填入 性别 而后呢 我们依然是在字符上后面跟个百分号 再加入一个字典 我们以这个名称为件 以值啊 要填入这个站位符的值 为字典的值 我们依次填写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样的话呢 利用字典的方式 也依旧可以将这个字符串啊 来重新的拼接出来 第三种方法也是我最为推荐的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的话 第一个它是也是官方推荐的啊 然后呢也是非常好用的 它综合了上面的两个特点 而且的话 它是字符串的一个内置方法 看起来也更省心一点 也就是format 比如说 我们依然是填路啊 它的站位符呢 则是采用两个花括号 里面呢 填上你的标识 然后format 之后呢 我们将 用这种方式啊 等号的方式 这个方法呢 也是我之前重点推荐过的 它呢 更清晰 而且 它的方法啊 也是很灵活的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面 也可以使用 像tube的方式 里面我就不用填直了 填这个标识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三种方法呢 大家 尽量的选择这个format的方法 而前面两种方法呢 在很多的程序里面也都有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掌握 因为毕竟在你阅读 他人圆满的时候的话 尽量不要被这些 技巧性的问题 而捞乱了这个阅读的步骤 接下来我们来引申一下 像我们的字符串模板 这种格式化的啊 其实呢 它有一些应用的话 大家是常常看得到的 我这边就给大家 一个例子 我们呢 随便上一个网站 一个内容化的网站 打开两个同一个板块的信息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就是说 它这个 每一个 网页呢 它其实它是按照一个模板化的 一个生成的 例如像我们这边看得到 这里面的标识呢 其实是一样的 网易新闻 新闻中心 国内新闻 它这边不同的呢 是后面的这个 专题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如果说他们做模板的时候啊 其实也是采用了一个站位符的方式 例如 我们将这个变成一个站位符的话 将它变成一个新闻标题 然后呢 在每一次这个生成html的时候呢 来将这个新闻标题改成它从数据库里面拿出来的这个数值了 更包括这个正文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正文呢 其实它的格式呢 它都是有统一的 包括 这里 有一个日期啊 来源 有多少多少人参加 其实这些动态的信息啊 每一个不同的信息 它都是有一个字符串模板的 这个整个网页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字符串模板 而后呢 它将这些需要变化的东西呢 给拿出来 用站位符来替代 例如像我们这边 啊 用这样的一个站位符来替代 然后呢 在它生成的时候呢 就将这些站位符变成了一些动态的数据 再生成这个html代码 所以说大家了解这个字符串模板 善用这个字符串模板 以后呢 做这个html 或者说自己去写模板系统的时候呢 其实思路上已经有了 就只是方法的问题了 方法和性能解决好以后 你也可以做自己的网页模板系统了啊 最后一点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虽然我主力的是推荐这个format啊 推荐这个最好的这个方法 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思维习惯 但是呢 像前面的这几种方法呢 有些时候的话 它还是有一些用武之地的 比如说像你的一个普通的字符串 啥 里面只有几个 一二三 你可以顺序的数得出来 不会出现大量的 这样的话你也不怕搞错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了 而后呢 当你需要做一些标识性的 比如说你的数据库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啊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tupo啊 它其实是一个舰队值的一个 一个数 一个数组 然后呢将这个数组呢 要添加到这个字符串模板里面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生成网页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需要考虑用到这个 字典的字符串模板了 而最后呢 你有些时候想偷懒 想用更强大的 反正用一套吃遍天嘛 你就用format 我只希望跟大家讲到的是 你一定要去学会这些所有的方法 你才可以去灵活的应用它 而不只是要寄中于一种方法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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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